第二十七集 我拉着绳子 将那成都伙计送出去 转头就问小花 什么叫我们自己的办法呀 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换一种思维模式 所有的积阔奇迹引巧 如果你正面没法解开 可以使用一种比较野蛮的办法 我还是不明白 他喝了一口烧酒就说 如果你没法把一个魔方还原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呀 小花做了一个用手掰的动作 把魔方上所有的颜色都抠下来 按照你的想法重新组装上去 你 你是 你要 我要从积阔的内部去解开它 我要进入这些洞壁的后面 看看这个机关的结构是怎样的 我们把死猪放了下来 然后用水冲洗整个铁盘 很快 激阔的声音传来 铁链传动 在洞壁内不停的响动 缓缓的 那些从洞里传出来的浮丢 全都缩了回去 同时铁盘顿了几下 又开始缓缓的转动了起来 我和小花把冷烟火 短饼猎枪 烧酒 这些防身照明的东西都重新打包 合力把铁盘抬了起来 用铁棒撑住 露出了那个洞口 之前小花受的伤 还让我心有余悸 这下面肯定有什么棘手的东西 如今下去 十分危险 它也并不冒进 而是先切下了一只猪脚 用绳子系着 先从洞里甩了下去 好像钓鱼一样 我们一点一点放着 放到了很深的地方 却没有什么反应 小花在胸口和背后 垫了块铁衣的铁皮 动了一下 就先从口子里钻了进去 它的速度很快 就见它的手电光迅速的往下 一到最下面就按了下来 我不敢说话 后背全是冷汗 一直等了五六分钟 下面的手电光 才再次亮了起来 闪了两下 那是给我的安全信号 我深吸了口气 先把上面的装备包甩了下去 然后小心翼翼的 把头探进洞里 再尝试着让自己的身体 钻进去 我比小花要肥硕一些 攀着那些铁链 好不容易下到了底部 我发现下面的空间非常局促 连站也站不起来 坐着都要碰着头 整个铁盘底部的机关消息空间 结构非常之复杂 已经到了我无法形容的地步 但是我下来之后 就能一目了然地知道整个机关消息的运作机制 铁盘的轴承上 有很多铁牙 可以通过铁盘的旋转而张开 四周有无数的铁环 铁环连着一条条错综复杂的铁链 连通到这些石室一边的不知道什么地方 可以预见 转动铁盘的环数不同 张开的铁牙 勾到的铁链也不同 那么拉扯到的铁链也不同 启动的机关消息也不同 而在石室的下部 是一个水轮一样的东西 插在底下的一个井口内 井口内水流汹涌 是一条岩中水脉 转动的水轮 通过齿轮和链条 传动的轴承 所以铁盘才能经年累月的自己转动 四周没有看到任何当时抓伤小花的东西 但是能看到铁链上挂着无数棉絮一般的东西 似乎是很久以前的油脂 整个机关消息室好似一口井 只是底下稍微大一些 机关室内有很浓的血腥味 但是看不到一丝血 不知道那些灌下来的血到哪里去了 同时我也没看到小花说的棘手的东西 没看到不等于没有 我们小心翼翼地蹲下来四处搜索 发现四周确实没有活物 也许是因为什么机关 我心说小花和我都看走了眼了 小花也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不过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我用眼神问小花接下来如何 她就用手电指了指一边 原来在这口井的井壁上 有三到五六米高 只有一人宽的裂缝 一看就是修出来的 好像非常非常窄的走廊一样 所有的铁链分成三组 都直刺入这三道裂缝中 手电光照入其中 发现里面很深 人勉强可以挤进去 往上一照 就发现裂缝的顶部三四米高的地方 都用铁链悬挂着一条一条的条石 而条石的下方 全部是我们在西王母国看到的那种头怪 这是机关的机关 如果我们弄错了什么 上面的条石一定会砸下来 砸碎头罐 那么罐子里的鳖王一定会让我们吃足苦头啊 最前面的几条条石 已经掉了下来 把前面部分很多的桃罐 砸碎了 露出了里面的头发 这应该是上一次有人来这里的时候 误触了消息机关 我看到后面部分 一直到裂缝尽头的黑暗中 还悬挂有无数的条石 阴森森地挂在那边 整齐地列入裂缝的深处 不知道有多少 下面累积如山的头怪 一层叠一层 让人喉咙发刺 其他两条裂缝 也是完全相同的情形 三条裂缝里 穿插的铁链 好像是一只怪物的三条触须 这种结构说明 这个机关一共有三道 我们即使解开第一道 也是无济于事 如果老老实实 从提示上下功夫 会是个旷日持久的工程 我们从铁链的高度来判断 最低的这一组 应该是第一道机关消息 这东西贪娘的 和门锁有点像 第一道机关消息的机关室 应该是在这最低的一组铁链 所经过的裂缝的尽头 我们要通过去 这样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我能看到 在裂缝两边的石壁上 有无数的铜制卡钉 也就是嵌入石壁内的铜鸽的 都绣成了绿花 似乎是给人行走的 但是看卡钉排列的 那种诡异的形状 我就知道 其中肯定有猫腻 这些卡钉下面 一定也有消息机关 一旦踩错了 凶多吉少 而且所有卡钉的位置 都在很适合落脚的地方 要爬过去 很难避过这些 即使小花在巅峰时期 在这么狭窄的空间 也没法施染任何的手法 我问小花 悟空 怎么办呢 小花上下左右的琢磨 看看哪里 有能避过的地方 但是显然这里 所有的细节 都被关注到了 往上 到洞壁的上沿 也全都是老铜卡钉 他一时之间 也想不出好办法 我指了指 悬挂在上方的那些条石 每条都有一吨重 那些悬挂 他们的铁链很结实 不知道能不能 从那上面过 小花用手电罩着 折了一声 看上去可行 但是你看 这儿这么多的铜钉 他们能考虑到这一点 难道考虑不到那些条石吗 我看 这条沟里的东西都不能碰 肯定都有猫腻 走这儿的人呢 和一般的工匠 完全不一样 他们精通一般的 倒斗技巧 不会留给我们 这么明显的空档 那不从上面走 那要么 就是爬墙上的铁钉过去 要么就是 踩着这些桃罐过去 没有其他路了 一共 就这么几个方位 难不成我们还能穿墙吗 小花侧身 进入了缝起之内 小心翼翼地 往前探了一段距离 用手轻轻地 碰了碰那些铜钉 又蹲下来 从那些桃片中 捡起了一块 推了出来 桃片的里面 还粘有很多黑色的污迹 应该是人头腐烂 留下的痕迹 他把桃片放在地上 就让我踩上去 我踩上去 桃片立马就碎了 这桃罐的制作工艺 非常简单 而且很薄 根本就不精彩 这他妈的绝了 根本就没打算 让人过去 他们当时是怎么设置的 难道没工匠的秘密通道什么的 若是要维修怎么办呢 这回应该没售后服务吧 古代的机关消息 一般都是用调石铁链做驱动 都做得非常敦实 一般来说不是地震什么的 不太会损坏 如果设置有通道 那一定是在这些卡钉中 但是我们现在要从这么多的卡钉里 找出来哪些是安全的 风险太大了 这儿的设计者 不是普通人 不会有普通人的想法 这种感觉 我之前从未经历过 看着眼前的机关 感觉并不复杂诡秘 但是却着实让人没有办法 比起汪藏海卖弄巧意的那些机关 这里的机关实用有效 而且毫无破绽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设计的东西呢 让人不能不生出一股挫败感 满游平在就好了 我再次出现了这样的念头 忽然就发现 那么多次化险为夷 原来不是我命好 而是我身边的那两个人 解决了那么多的问题 我已经把这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了 犹豫了片刻 就见小花脸色凝重的叹了口气 没办法 只能硬碰硬了 看祖师爷 保佑不保佑了 说着就见他从装备包里抽出了一捆绳子 交给了我 让我抓住 自己把另一端套在脖子上 从随身的小袋子里 拿出了一只哨子大小的紫砂瓶来 拔掉了筛子 把里面的东西涂到了自己手上 那是一种黑色的粉末 即使隔着防毒面具 我也立即就闻到了一股中药的味道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要干嘛呀 这是用来吸汗的中药和炭灰 也能提神 我要爬过去 你疯了吗 这里的罐子这么脆 一碰就碎 你想找死也别连累我呀 站上去会踩碎的东西 躺上去却不一定会碎 只要有很多的压力点分散体重 就是灯泡我也能过去 这得要硬碰硬的功夫啊 说着他脱掉了自己的鞋 背过身去 一下躺到了地上 我原来以为他会爬着 没想到 他是面朝上这么躺下去 心中的惊讶更甚 就见他背部和臀部 非常巧妙的用力 整个人已经贴着地面 往裂缝里缩了进去 这是一种靠背部肌肉的灵活 用手辅助前进的方法 好像是一种非常轻松的瑜伽 但是小花移动得非常快 让我感觉他简直是条蛇 贴着地面在爬 我知道 那绝对是巨大的体力消耗 也知道他那种精瘦 但是有力的肌肉 是怎么练出来的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 那样的动作十分难看 我说你有把握吗 毕竟背上没眼睛啊 这种手段还得靠运气 他看了看我 没把握 你来呀 我摇头苦笑 他就摆了我一眼 然后全身放松 深吸了几口气 念了几句不知道什么话 就开始往裂缝的深处前进 在小花靠上那些陶罐的那一刹那 我和他都顿了一下 我清晰地听到陶罐受到压力 和下面的陶罐摩擦发出的声音 似乎还伴着那些薄薄的头片 即将被压裂的脆响 我屏住呼吸 看着他缓缓地挪了上去 那种声音就越来越多 但是小花没有任何的犹豫 一点一点的全身都挪到了陶罐上 那一刻 我的后背有些发麻 我有些庆幸 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我开始跳过害怕 直接就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屏住呼吸 看着他每一次动作 很快 他就离我非常远了 在手电光的照射下 一片漆黑的缝隙里 能看到他在挪动 这种感觉非常诡异 好像我们在通过什么 古旧的电缆管道越狱 他一边爬 一边放着绳子 之后 我得通过这条绳子进去 五六分钟之后 他已经深入到三十米左右的地方 我的手电已经看不分明了 他的手电照着前方 一路上 虽然那些瓦片 发出很多让人胆寒的声音 但都是虚惊 我慢慢就开始安心了 听着他喘气沉重的回音 就对着缝隙叫道 慢慢来 咱们不急于是 也没有人和你争 累了 就歇下了 片刻就从里面传来了 他边喘边骂的声音 你他妈的 在这种地方歇呀 说着手电光滑动了一下 我看到了他照亮了上方的那些条石 这些东西要是掉下来 能把它直接砸成肉迷呀 我说 你保持状态和体力 越急 越容易出错 那些东西没那么容易掉下来 这不是个技术活 只要我躺着 没什么意外的话 不需要太集中精神 太过于注意背部 反而会出问题 就怕出问题 怕有些头罐本身已经碎了 但是没裂开 被我一压才裂开 或者这些头罐里有什么机关 这些事情要看运气 我快一点慢一点 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宁可省去等待的过程 他的声音很平静 我似乎在以前 也有过很多类似的念头 这不知道 算是开拖呢 还是一种 我们这种人特有的心性 我一下就感觉到 小花的内心 确实和我很相似 那我可帮不了你什么了 你总不希望 我在这里帮你念经 等我出事了再念吧 现在你可以唱个小曲 缓解一下我的紧张 这种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反而能让我感觉到 他内心深处还是在担心着 我听着有些害怕 这是个正常人 不是神 也不是什么怪物 他和我有着一样的情绪和弱点 他在这种时候也会紧张 这也许才是这个行当的常态 我朝他吼道 放心吧 你死了 我也跑不了 黄泉路上 你自己 你自己 唱个够吧 我和你不听着眼睛 你不听着眼睛 我才不听着眼睛 我还在这种手术 你不是很想起来